我會用另一個方面去考慮 其實奧運本身為了甚麼呢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只是為了獎牌 能夠參與一個這麼特別的奧運 已經是一個奇蹟 第一次是四、五月才開始準備 第二次是比較緊張 可能五月已經開始覺得很緊張 很害怕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想獲得 今年反而比較平常心 就會覺得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就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到的 都是一件壯舉 其實我跟他們有很大的不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比較速內型 我自己就是爆發型 自己也一直在不斷地訓練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又有爆發力 又有很強的速內能力 因為真鮮賽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沒有可能賽的變數那麼大 所以希望真鮮賽方面 可以把握得更好一點的機會 看看能否有一個必勝的絕招 其實現在比賽的地方 是我經常去訓練燈的地方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很希望去到時候 scoring 有些教練 和在場地裡比賽 我想這次的奧運 最重要的就是告訴自己 其實過了三十歲 仍能去到奧運 年齡並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障礙 希望可以給自己一個信心 亦很多人會說 會否四年後我還可以去到奧運 其實我覺得現在不用給自己一個答案 而是我們定徵是今年的奧運 希望可以發揮得最好 當然我希望兩個項目都可以獲獎牌 寶貝